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聖誕的時候買了什麼新的化妝品 我上網買的就是Beauty Net Korea 也是韓國化妝品 首先講一下April Skin 一個玫瑰花粉掃的 Moisture Cover Foundation 我覺得一打開它的時候 它的包裝就很漂亮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雖然它還有掃 但是如果這樣放在化妝袋裡 就算是蠻硬的 不過有一個掃對上妝很方便 它的掃是一個好像玫瑰花型 不過它只不過是圓圈在那裡 抹上手的毛都很舒服很軟 打開裡面有鏡子 還有一個Cover Foundation 它是Cream狀的粉底 我自己覺得抹上手是很濕潤的 如果是乾性皮膚都適合用 然後上妝後 Bonnie自己就覺得 皮膚的保水 Primer一定要做得很足夠 因為如果你的皮膚很乾的話 是很缺水 你一上粉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會有脫皮的情況出現 還有好像卡住卡住粉在裡面 所以用這個Cover Foundation的時候 最好你的Primer 或者你的保濕程序 一定要做得很足夠 皮膚一定要喝飽水才好用 否則用了它之後 就算上妝也不會好看 不過整體來說 我覺得上妝很方便 Coverage有一半左右 所以我自己覺得 平日上妝就立即使用它化妝 就已經很足夠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護膚品 就是厚的護膚品 它裡面有三支 一個Moisturizing Balancer 一個Emulsion 還有一個Cream 好可愛 它是三支這麼低色的護膚品 還有一個瓶 其實我現在是用Estee Lauder的那支Serum 我自己覺得是蠻好用的 很保濕的 但是那支就快用完了 我也聽聞後的護膚品是很好用的 那我自己先買了一個 Sample Size的版本試一下 如果不適合自己 就再去找其他化妝品 那Estee Lauder的那支 為什麼我不繼續用呢 我覺得它已經把我的皮膚調節得很好 變得穩定了很多 也不會整人都出暗瘡的情況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額頭、鼻和面盒這兩個位置 都還是有很乾的情況出現 無論我塗了多少的Serum 無論我敷了多少的Mask 都還是很不夠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後的這支護膚品 看看會不會幫助到我的皮膚 那之後呢 就會是這支Beer的Last Pen Eyeliner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有用過Beer的Gel Eyeliner 我自己就覺得很好用的 因為對於我這麼油的眼皮 它完全不會有脫掉的情況 那今次呢 我就買了一支Liquid Eyeliner 那我買的這支呢 是啡紅色的眼線筆 那我自己一向也是 有一些深色的粉色眼線筆 那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其實畫了上去之後呢 那個妝感也是很濃烈的 而且我呢 就比較喜歡試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顏色 那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支的眼線筆 那我今天呢 都是用它來畫這個眼尾的 畫了下去之後呢 眼睛比較柔和一點 沒有那麼...好像很強烈 那樣的感覺 那接著呢 要說到的呢 就是兩支的唇膏 那兩支呢 都是Beer的 那紅色這支是偏橙 有些珊瑚色調的 那而綠色這支呢 就是偏粉的顏色 那而綠色這支呢 就是因為呢 說它是MLBB的顏色 那就是 令到你的唇膏更加好看的 那所以呢 我就買了這兩支的唇膏 來試一下用 那之後呢 另外呢 買到的呢 就是在Beautilish那裡買的 那我也會把網紙放在旁邊 或者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給大家看啦 那其實呢 我是因為買我朋友的生日禮物呢 那我在上面買東西的時候 順便就買了自己的東西啦 那我就買了呢 RCMA好出名 白色一瓶的碎粉 那我就買了來送給朋友的 那聽說就很好用啦 那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用呢 那如果我朋友 用完之後 說給我聽 覺得好用的話 我就會再自己去買試一下 那另外呢 我在那個網站呢 還買了一件東西呢 就是這個 Beer的眼影啦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的 不過暫時先唸著它這個名字 那這個眼影呢 其實我看到Sephora也有賣的 不過呢 這一套就已經賣斷貨了 在Sephora 那我看到Beautilich有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買了 那而且呢 比起Sephora 它是便宜了一點的 那一打開之後呢 就有一塊鏡子啦 那之後這一套呢 就是那個眼影啦 其實呢 是很漂亮的 它的顏色 那上面呢 全部都是MAT的眼影 那下面呢 全部都是有珠光的眼影 那呢 這個呢 就是偏金黃色啦 然後呢 這個是偏橙紅的 然後呢 這個是偏紫的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palette 因為呢 其實呢 它是很方便去帶出去的 它只有手掌那麼小的 那呢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 你要化一些很濃進的妝 有金色偏啡色系的眼影也有啦 然後今年很流行的 玫瑰色眼影也有啦 明年很流行的紫色眼影也有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這一盒的palette 好像一次過滿足我所有的要求 那不過呢 我自己試了幾次之後呢 我就覺得 有一點點遺憾 有一點點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 上面這些全部的 霧色的眼影 霧面 MAC的眼影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有點偏灰 它的顏色 當呢 我是一個偏黃的皮膚的女生呢 皮膚不是那麼白啦 所以呢 上了一些偏灰的眼影呢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 有一點髒的感覺啦 令到我的眼睛 不過呢 我會再試一下的 再試一下 看看怎樣 遮瑕啊 看看怎樣去blend 可能呢 就有一個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再試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啦 好 那希望呢 你們都會喜歡我這條分享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手指攻我 如果想看我其他影片 記得在下面按subscribe subscribe這個channel啦 還有還有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給朋友再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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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